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要教大家各種跟錢相關的用語 看到金額之後要怎麼念呢? 不同的收入水平,有錢啊或者是窮啊 有沒有更加婉轉或者是生活化的說法呢? 總之今天就是要教給大家各種跟錢錢有關的英文用法囉 影片開始之前要先感謝今天的贊助 當初會申辦是因為 Richard是致力於成為 最能幫年輕人存到錢的銀行啦 聽的時候就非常心動 我記得我剛回台灣的時候馬上呢就到了Richard開戶 然後呢把他當成我的儲蓄賬戶 什麼叫儲蓄賬戶呢? 就是錢原則上 原則上呢是只進不出的 進到那個戶頭之後呢馬上就是要存起來啦 好啦那跟大家分享幾個在Richard上面我非常喜歡的功能吧 第一呢就是可以追蹤儲蓄成長率 每個月戶頭的餘額呢都會變成一個圖表 而且旁邊啊會有一個本月成長率 讓我可以追蹤到每個月戶頭的成長 也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儲蓄的壓力喔 第二個優點呢就是有超便利的外匯功能 我記得去年 不對是前年了 那個時候呢我常常去美加 那我曾經是那種每次出國錢 就傻傻的會去銀行排隊換美金或加幣的人 就是現在想起來是覺得有點笨喔 因為其實在Richard app上面就可以直接換匯囉 然後呢再直接到ATM提領 除了集齊賣出的匯率更好之外 沒有提領的部分也可以作為外幣的儲蓄喔 所以我覺得Richard是外幣功能豐富 也很好操作的數位銀行app 推薦給大家囉 好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跟前相關的英文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念金額好了 我們在說中文的金額的時候呢 其實不太會說幣值 比如說啊這個東西就是380 但是英文呢就會比較常加入 就是元這個字 那金額在英文到底要怎麼說呢 美元的元呢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就是Dollars嘛 Dollars 但是啊其實口語上更常講的是 Bucks 沒錯就是Starbucks的那個Bucks 比如說啊30美元就會說 30 bucks 其實加幣呢也會說Bucks 所以啊有時候為了避免造成誤會 30 bucks是加幣還是美金呢 這時候就可以加入幣值啊 比如說當你要講美金30元的時候 你可以說 30 US 或是 30 US Dollars 如果呢你要講加幣30元的話呢 你就可以說 30 Canadian 30 Canadian 其實生活中大部分的開銷 都是Bucks這個字呢就可以應付的 不過金額到了1000元之後呢 就可以有另外一種說法啦 叫做 One grand One grand 比如說你買了一個很貴的音響 你就可以說 Those speakers cost me one grand 音響花了我1000美元 Those speakers cost me one grand 剛剛說的金額呢 基本上都是整數啦 不過我們都知道國外的金額 常常會有小數點 那我們就來試著念念看 Richard上面的匯率表吧 匯率表呢叫做 Exchange Rate Table 假設你今天想要拿1000台幣去兌換美金好了 我們透過Richard來看看可以換到多少錢吧 總共是 35.04美元 這個念法呢就會是 35.04 小數點的 前後啊 是分開來念的 通常有小數點的情況下 就不會再加上 Bucks這個字了 比如說一個東西是35.04美元好了 你就可以說 It's 35.04 It's 35.04 那不要說 The price is 35.04 因為我覺得 The price is 就是一個很不自然的開頭 可能我們中文會想說 價格是多少 但其實你只要用 It's開頭就好啦 It's 35.04 那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換了 11000台幣好了 就可以得到 385.46美金 那這樣子會念做多少呢 給你3秒鐘想一下吧 那答案是 385.46 因為呢 小數點呢 前後會分開念嘛 先念前面的數字 385 然後呢 後面呢 是46 就是46 你會發現 在Richard上面 真的非常容易操作吧 看你想要換多少美金 直接輸入 就會從你的戶頭裡面扣款囉 然後買到的美金 就會進入你的外幣賬戶啦 如果你想要靠外匯投資 Richard還可以顯示 平均的購買匯率 以及換匯的紀錄喔 好啦 教大家說完數字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不一樣的有錢程度好了 那假設就是從超級有錢到比較不有錢 分成5個階層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英文的詞彙 可以來形容吧 好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階層開始吧 就是最有錢 我就叫他私人飛機等級 假設呢 你是可以買得起私人飛機等級的話呢 可以有哪些英文字來形容呢 比如說 Wealthy Wealthy He is from a wealthy family 他是從一個很有錢的家庭出生的啊 另外一個比較高級的單字呢 會是 Affluent Affluent 意思呢就是富裕的 比如說啊 Affluent neighborhood 就表示說這個社區呢 基本上呢就是富人區 有錢人區啦 另外一個說法呢 就比較負面一點點了 叫做 Filthy rich Filthy rich Filthy呢其實就是 骯髒污秽的意思啦 什麼叫做 骯髒的有錢呢 就實在是 太過有錢了 讓人覺得 嗯 他這個有錢呢 並不是那種很有格調的有錢喔 而是就是 有錢到非常骯髒的程度 又或者是有點暗示就是說 他賺到這些錢的方式 並不是這麼的正當喔 比如說啦 The drug lord are filthy rich 這些呢 賣毒品的毒銷呢 都非常非常有錢 The drug lords are filthy rich 好啦如果買不起私人飛機呢 下一個層級的有錢 可能就是 可以在台北買房子的有錢程度 大概還算是蠻有錢的吧 但是沒有到就是私人飛機 以小島這麼誇張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哪些字啊 Loaded呢其實是一個形容詞 你說 Oh He is loaded He is loaded 意思呢就是說 他是很有錢的喔 另外一個詞呢 我覺得也是比較中性的 叫做 Well off Well off 假設說 你的朋友家裡 環境還不錯 你就可以說 His family is really well off His family is really well off 下一個呢是一個片語叫做 Make bank Make bank Make bank呢是在說 他賺很多錢的意思 比如說呢 他可能在一個外商公司 擔任高階主管 你就可以說啦 Ah He is making bank He is making bank 蘇晨佑的畫面呢 就是賺到 好像家裡開銀行一樣 好啦 下一個階層呢 就是一個中間的階層 就是中產階級 衣食無餘 雖然沒有辦法買房 但是呢 也不會有一餐沒一餐的 過的呢 生活是非常OK啦 那你就可以說 Make decent money Make decent money 決定來說好了 假設你是一個會計師 然後你在一個很大的事務所 裡面擔任一個小主管 那你就可以說是 Make decent money 比如說啊 You can make decent money As an accountant 如果你當會計師的話呢 一定可以衣食無餘 You can make decent money As an accountant 好啦 那大概中產以下一點 這種呢 我們就說是月光族好了 不能說是貧困 但是呢 到了發新之前呢 可能就會有點吃緊的 這樣子的狀態 我們可以有哪些形容詞呢 比如說 broke broke 好啦 broke呢 你可能會翻成貧窮 但其實broke呢 比較像是大學生的那種broke 也就是說呢 他其實生活呢 過得去的 但是呢 常常就是月底會沒錢 常常要吃個泡麵 這種呢 就叫做broke For example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as really broke 但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其實呢 是沒有什麼錢的 另外呢 可以說 short on cash short on cash 字面上的意思呢 就是有點 手頭上缺錢的意思 但通常呢 就是比較是周轉上面呢 要花一點時間 不至於到非常貧困 反正呢 手頭上一時拿不出錢 就叫做 short on cash For example I lent him money last month because he was short on cash 上個月我有借他錢 因為他一時拿不出錢喔 I lent him money last month because he was short on cash 再提供兩種說法好了 你可以說 he is just scraping by he is just scraping by 或者是 he is struggling financially he is struggling financially 這兩句話呢 都是在經濟上面 有一點困難的意思嗎 那最後呢 就是到貧困的部分了 大家可以第一個想到的詞彙呢 一定就是 poor poor 或甚至有時候呢 你可能覺得你自己月裡沒錢 你就會說 oh I am so poor 但其實啊 我覺得poor這個字呢 真的不要隨便使用喔 因為poor呢 通常是真的在指那些 生活非常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你最近只是想要跟朋友出去吃飯 但是想要省錢 就不要用poor這個字 你可以說 I've been really broke 或者是呢 I'm short on cash 但是呢 不要說 I am poor 相對的poor呢 就是 真正經濟上面有極大的困境的人 會比較接近poor 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比較正式的字呢 叫做poverty poverty 所以啊 poor跟broke 我認為還是有點差距的 可以區分一下 不然呢 可能會聽起來有點 什麼說 insensitive 就是 對這個差距呢 不夠敏感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誤解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交給大家 跟錢相關的英文用法啦 如果想要體驗Richard數位銀行 我會把開幕連結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喔 無論是儲蓄 或是投資外幣 Richard都是我個人覺得 非常合適的選擇 好啦 I think that's about it for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really soon Bye